科技促进发展 创新始至不渝 都在那地方进行实验验证 这些创新成果呢 基本上都是国内首次 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破解交通难题 领跑中国制造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准备推进 准备推进 见证本期播出 科技新路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社会变迁 2015年3月24日凌晨四时 两艘巨大的城管安装船 携载一十五管节 在十一艘托轮 和数十艘警戒护卫船只围绕下 第三次出征林丁阳 每一节城管辐射 都是一场这样的严峻考验 数十次这样的考验 累积成为当今人类造桥史的 一个奇迹 五万名港珠澳大桥建设者 是气吞风涛的建设大军 五万双进舰有力的工匠之手 五万个智慧巧思的头脑 高效运转 系统集成 共同奋斗三千多个日日夜夜 创造出世界顶级大桥 港珠澳大桥 其实是一个桥碎联合体 建设者们开创性地攻克了 海底深埋城管隧道 人工岛快速成岛 海上装配化桥梁等一系列 世界级难题 筑起一座 人类工程建设史上的封碑 这座桥碎桥组合体 长达55公里 是目前全球总体跨度最长的 跨海大桥 也是国际公认的公路建设史上 技术最复杂 施工难度最大 工程规模最庞大的桥梁 足以抵御16级台风和8级地震 港珠澳大桥建成之后 包揽全部三项 世界最高水平的行业大奖 表明中国工程的品质和质量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港珠澳大桥 是中国从桥梁大国 迈向桥梁强国的标志性工程 港珠澳大桥 以北38公里处的深中通道 正在紧张施工 这里的海床结构地质条件 比港珠澳大桥的更为恶劣 另外呢 由于它在功能上要连接 广深沿江高速 所以这样呢 在我们东岛的这个区域 就要设置水下河通 从地质调节方面来讲呢 因为我们在西岛 是处于采沙区 而东岛呢 我们城管的隧道的基底 正好是基岩 所以这样呢 就在整个纵向的地质差异 比港珠澳更大 那么城江的控制难度 也是更大 天科院技术团队 为深中通道顺利施工 提供技术保障 深中通道 连接深圳市和中山市 全长24千米 全线采用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是世界级桥 岛 岁 地下互通 集群工程 深中通道城管隧道工程 比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 还长1.2公里 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 超宽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 施工条件最复杂 综合技术难度最高 整个人工岛的作用 就是实现这个桥梁与隧道的一个连接 那么要实现这个连接呢 就在整个人工岛上面 做一个线交的隧道 其中线交隧道的东侧 是跟我们的城管隧道相连 西侧呢 是跟这个桥梁相连 这样呢 就实现了通过人工岛 和这个线交隧道的形式 实现隧道和桥梁的一个 巧妙的连接 和转换 在海底隧道施工过程中 海底基槽碎石整平 是城管安装重要环节之一 看我们脚下这一块 那个这叫碎石机床 这是路上铺的 将来我们在水下 如何才能铺成这么好的 一个碎石机床的话 所以我们首先是研发了一艘 大型的一个水下一个总冰船 也有3D打印机 我们在水下40米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总冰船 把那个碎石笼 整的和现在这种 这个路上走的是一样的 深中通道钢壳城管隧道 每个标准管节都是巨人 标准管节长165米 宽46米 高10.6米 重约8万吨 为确保超大城管的运输和安装 由中交一航局研发 广传国际建造了世界首艘 自航式城管运输安装专用船部 它是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一 能够把一艘航母大小的城管 平稳拖到波涛浮荡的大海上 跟太空中的卫星连通定位 让8万吨重的城管 以2毫米的误差对准接口 妥贴安放到40米水下预置的床位上 就是这海底一沉 当今世界便无人可及 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能够做到 特定交通工程建设 需要什么样的装备 就可以按需制造的予以配合 提供恰到好处的建设力气 这是中国正在从交通大国 走向交通强国 在装备制造能力方面的重要体现 2017年12月10日 阳山港区四汽码头正式开港 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海岛型人工深水港 它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全自动化码头 阳山港工程自动工时期 就始终与创新相伴 跨海建桥 填海造地 穿山铸路 建设者为打造全球第一个 外海岛屿上的离岸式集装箱码头 先后解决了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 为中国港口工程向离岸 大型深水方向发展 积累了成功经验 阳山港把上海港所有的外贸深水传播 全部集中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阳山港这个深水博位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 不会增长这么迅吗 从2010年到去年 已连续9年 集装箱的吞吐量雄居世界第一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 港口作为物流链的支点 正在努力提高科技含量 全面提升智能化 信息化服务水平 第一个应用5G技术的 集装箱自动化码头 已经在厦门建成 把码头卸装效率提升到全新高度 使之在物流链条上的效能 不断扩大 如今高铁 已经是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的品牌产品 2013年 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组织下 中国中车 首次以中国标准为主导 开启了时速350公里 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发工作 历经503项仿真计算 5278项地面试验 2362项线路试验 复兴号问世 复兴号的研制成功 开发了性能优越的产品 创建了中国标准的技术体系 构造了全面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供应链体系 获准专利七百余项 复兴号卖出 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形成了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时至今日 中车已经形成了 包括高速动车组 机车 客车 货车 城市轨道车辆在内的 完整的产品谱系 能够充分满足 全球轨道交通 不同模式 不同运量 不同环境的运行要求 新中国自建政之时起 就致力于交通装备的 自主创新 数十年负重行远 长春一气 作为共和国汽车制造业的长子 一直坚持自主创新的传统 如今 中国一气集团研发总院 弘扬新中国初创年代里的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 更许红旗轿车 当年一气风发的 自主品牌创造精神 开展最新款式 整车产品的研发 红旗新能源车 无人驾驶车 新概念车 跑车 让红旗轿车家族 在新时代里 实现耳目一新的观感 在中国交通人手里 交通领域 一个个高端自主品牌 绽放钥匙光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原铁道部就提出了 建设北京到上海之间 高速铁路的设想 科研团队完成了数百项 重大科研试验 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2008年4月18日 金户高铁全线开工建设 2011年6月30日 金户高铁全线正式通车 全长1318公里 运营速度350千米每小时 为中国高铁技术 取得了体系性突破 我们大量的技术创新 包括通信 信号 图鉴 还有动车 这些创新成果 都在那地方去 进行实验验证 这些创新成果 基本上都是国内首创 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 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 就是高铁 从无到有 从引进 消化 吸收再创新 到自主创新 现在已经领跑世界 如今 金户县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复兴号在金户高铁线上 以时速350公里运营 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金户高铁也是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高铁运营线 在这里形成了中国高铁的全系统标准 金户高铁运营 金户高铁运营 启动最早 标准最高 它已经成为我国高铁运营的系统平台 可以这么说 我国高铁运营的其他项目 都是在金户高铁运营的研究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像中国高速铁路令世界赞誉一样 中国高原铁路也让世界瞩目 中国铁路建设者以挑战极限 永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 全线总里程1956公里 海拔4000米以上的路段 接近一半 修建青藏铁路面临很多难题 其中最难解决的是动土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起 从事冰川动土研究的科学家们 就展开了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 并逐渐形成 对应中国环境特点的动土学 为应对公路和铁路建设需要 交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也深入人际罕至的高原 展开动土研究 1973年5月 青藏公路动土科研团队的第一代工作者 集结在海拔4400多米的 青海省区马来县五道梁 展开动土带修筑 立青公路的基础研究 当时的那个监测厂应该说还比较简陋 但是我们第一代的动土的科研人员 克服了很高寒缺氧的这种自然环境 然后甚至是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它必须得长期地住在这个监测现场 因为它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监测资料 这个科研团队平均每年 在青藏高原工作三个月之久 把气象 地温 变形 水分等 观测项目的特征数据 实时传送到西安的数据观测中心 海拔4780米的烽火山上 有中国铁路科研单位 1961年就开设的动土观测站 1970年 张鲁欣从唐山铁道学院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 分配到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 它的青春年华就是在烽火山和唐古拉度过的 早上七八点钟出去了 到半夜一点才回来 因为地图的关系走失了方向 最后回不来 后来凭着记忆 凭着那个指南针 指北针 然后走回驻地 然后半路上 极寒交迫 几乎要生命有危险 最后靠着三根火柴 来画出这个火光 来求救 才让寻找我们的战友们 同事们 找到我们 把我们救回去 几十年里 一代接一代的坚守探索 为最终的公路和铁路工程建设 打下了坚实的动土科研基础 清藏公路的建成 以及清藏铁路通车至今 动土带路基 稳固平顺 证明中国建设者 已经有效解决了 这个世界性难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高原动土带修路 同样被列为世界难题的是 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建设 高寒地区对高铁影响 最大的气象因素是低温 路基 桥梁及隧道的混凝土 动容循环会使其强度下降 这对高铁安全性的影响是致命的 高寒地带 对跨温差区域之间的 钢轨无缝线路稳定性要求 也更高 中国首条 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条 高寒地区高速铁路 是哈尔滨至大连的高铁 于2012年12月1日 开通运营 2015年8月17日 哈尔滨到齐齐哈尔的哈齐高铁 也全线正式开通 这是冬季温度更冷的高寒区域 中国东北高寒区 两条高速铁路 平稳耐受了数年之间的严寒考验 表明了中国技术的可靠 中国铁路的三高一众 是技术密集区 三高便是高速铁路 高原铁路和高寒区高速铁路 十数年之间 三高研究领域 一直是捷豹平船 一众是指重载铁路 2019年10月1日 中国最长的重载铁路项目 浩吉铁路全线建成开通 浩吉铁路 北起内蒙古 浩勒暴击战 穿越七个省份 终点到达江西省吉安市 途中一跨长江 两跨黄河 穿越众多山脉 共有隧道228座 10公里以上特大隧道10座 浩吉铁路设计时速120公里 是国家北美南运新的战略大通道 也是改变中国中部能源结构的 有力推手 浩吉铁路是继大秦铁路 神皇铁路和山西中南部铁路之后 新建的又一重载铁路 重载铁路和高铁一样影响深远 与高铁的快相对 重载铁路的最大优势 就是运的更多 能够有效提升中国铁路货运能力 列车极高的速度 加上巨大的重量 全部都有两根钢轨承担 日日夜夜 每一寸轨道都要承受万千次 超级剧烈的冲击 碾压和磨损 如果钢轨与车轮接触的表面 出现一点凹凸或大面积袖势点 都会造成列车的剧烈跳荡颠簸 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 行话叫晃车 抖车 所以拥有了世界级高速和重载列车的同时 就需要世界级的钢轨保护技术 中国铁路乌兹集团的钢轨保护技术团队 每年要为全路数万公里钢轨 提供扩形打磨技术服务 针对每条铁路钢轨的不同情况 他们在世界上首创了个性化精准打磨技术 实现了钢轨打磨模式的智能化设计 以及铁路倒叉 大小及结合的智能化打磨 普遍解决了高铁和重载铁路的晃车 抖车难题 并让应用此项技术服务的钢轨使用寿命明显延长 高速铁路 高远铁路 高寒铁路加上重载铁路 这著名的三高一重是当代中国铁路的骄傲 中国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的主推动力 必然是全面的科技创新 早晨 中国铁建济南黄河隧道项目部顿购机长王玉杰 带着当班工人开始准备一天的顿购作业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准备推进 准备推进 济南黄河隧道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岁 2017年12月1日开工建设 总长3.7公里 隧道已并行双洞双层下川黄河 隧道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 下层为济南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这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大的公路轨道合建隧道 面临多种技术挑战 为了解决这种粘土地层 对我们隧道绝境的影响 我们对顿购机的刀盘 它的开口率 刀具的布置 还有刀盘的中心冲刷 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 有效地解决了沿途地层 对我们顿购决定的影响 中国铁建黄河隧道项目团队 优化顿购机选型 与济南城市建设集团联合 打造两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顿购机 刀盘直径达到五层楼高 顿购机是世界公认的隧道穿凿神器 它相当于一台超级智能机器人 及隧道开挖 趁气移一身 让结构高度复杂的隧道 在绝境过程中一次高效成型 2008年之前 顿购机还完全依靠进口 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顿购机 已经稳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依靠科技创新 中国隧道建设技术在全面更新换代 在全面采用顿购机的同时 隧道爆破绝境 还用上了机器人 贵阳至黄坪高速公路 全长120公里 地处护坤高速公路扩容线紧要处 是助力前南脱坪攻坚的重要通道 中交集团负责开决的龙昌隧道 是这个要害线段的咽喉 设计容纳双向六车道 隧道穿越地段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难度大 安全风险高 中交二工渠在国内首次采用 绝禁全工序成套机械化 进行龙昌隧道开学施工 在传统认知中 隧道开发场景是 弥漫的灰尘 昏暗的灯光 暴风钻的工人 在掌子面上使劲打炮眼 如今在龙昌隧道工地里 施工队伍组建了一个机器人家族 由九名主要成员 和若干名辅助成员构成 各成员间分工明确 无缝配合 农场隧道九家恩全工序 成套机械化施工 相比传统施工节约人工35% 传统作业采用开挖台价 钻孔20人左右 工作强度大 施工环境差 现仅需两名操作手 在密闭空间即可完成 远离掌子面 大大降低了安全风险 在龙昌隧道的主控室内 有中交二工局自主研发的 工程施工管理系统 该系统是项目管理平台 其穿透式监控 洞内员工定位 洞内外空气质量分析 施工轨迹回放等 多种功能为一体 龙昌隧道利用高科技 打造了一个智慧工地 龙昌隧道所采用的机械化 和信息化管理标准 将被推广至更多的项目上 网络化 信息化 制度化 是发展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前沿技术 依靠这些技术 长江航道局 为中国最长的内陆黄金水道 绘制了一张电子航道图 长江电子航道图 具有船舶驻航导航辅助安全管理的 主要功能 图上具有丰富的航标 水位 桥梁 码头 水文 气象等丰富的船舶航行 所必须的一些参考的信息 我们使用了这个电子航道图 使用了都林了 在这个电子航道图里面 有很多好趣 包括能够看到水深 看到航标的外部 和这个周围船标的动向 这个使用了这个航道图以后 能够大大的提高安全的吸收 长江电子航道图 免费推广给船主使用 结合云上长航 长江汇 长航通 三大信息系统软件 共同把长江 打造成智慧水道 智慧化 信息化 是交通科技现代化的 重要努力方向之一 2018年底 中国民航西部地区 和东部地区的广播式 自动相关监视工程 分别通过了竣工验收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是国际民航组织确定的 未来主要监视技术之一 也是近年来 全球民航最为热门的 智能化 信息化技术之一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它是一种中国民航 以至于国际民航 正在积极推广应用的 新型的监视技术 飞机的机载设备 通过接收卫星导航的信息 经过解算得出 它的精确的三维位置 和速度信息 通过地空数据链 通讯广播出去 送给空管自动化处理系统 管制员就能够在 空管自动化系统上 来准确地看到 飞机的飞行动态 进行管制指挥 利用信息化技术 为汽车安装电子收费系统 可实现不停车收费 是信息化技术 对公路运输的又一大贡献 据统计 电子收费的通行效率 至少为人工收费窗口的 六倍以上 高速公路的信息化管理 依托大数据云平台 实现现场处置 远程可视化和实时化 为桥梁隧道安全运营 山体滑坡监测 突发事件应急反应 提供了精确的大数据支撑 如今 交通基建和交通装备制造 已成为中国科技 领先前行的重点领域之一 科技创新 正在推进中国交通 走向世界发展前沿 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 特大桥穗 深水驻港 大型机场工程等建造技术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批交通超级工程 震撼世界 高速列车 震滑港机 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 自主研制的交通运输装备 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北斗导航系统等信息通信技术 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 迅速拓展在 中国当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 锐意创新 正在中国交通领域 持续推进一场 天宫开悟般的 科技革命 深夜 南宁特警出动 现场竟是夫妻吵架 年鱼八旬的老夫妻 几十年的无解难题 这房子是你的了 不许我出来进去 老教官出来派出所 如何开启破冰之旅 那就定下来了 见证下期播出 派出所的故事第二集 教官来到派出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